大家好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网友很好心给我发了一篇 一个机构对upstart的做空报告 我之前就讲过这个观点 如果是你特别喜欢一家公司 那你应该非常欢迎 同方做的这些做空报告 因为他们可能会指出你投资当中 思考不谨慎的地方 可能有你忽略或是轻视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来说一下 这个做空报告的主要内容 这个报告比较长 虽然我不会逐字逐句的去讲 但是主要的要点我会完全包括到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他的网站 然后搜索制片文章 应该很容易可以找到 就像我上周日给会员讲的 我在这个周日的会员直播里面 会讲我对这个做空报告的看法 哪些我是认同的 哪些我是反对的 所以希望会员的朋友听了这个之后 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 我会在周日的时候一切解答 那么就来看一下他的做空报告 这个标题就是说 upstart 他虽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像是有 AI算法的这么一家分泰克的公司 但实际上呢 他就是一个传统的非常老派的这么一个发次贷的这么一个银行机构 在进入主要内容之前他前面表示了自己的公司的立场 他说呢我们当然不是不相信科技 我们只是不相信有些人做出一些虚假的承诺 他们说我们过去几十年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这样的公司 承诺自己可以颠覆整个借贷的市场 但后来只能证明他们这些公司呢 只有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才能够存活 一旦经济形势不好 他们就很难活下去 他们讲的还是比较客气 他们说我们尽管有此怀疑 但是呢还是不断地问我们自己 那这一次是不是会不同啊 upstart这家公司会不会跟之前的那些公司确实不一样 那么如果是这个判断错了 把一家好公司看成了差的公司 那么就可能会错过一个非常好的 长期的增长的这么一个公司的机会 我们不觉得本身AI对这个市场的颠覆作用是假的 我们是相信AI的 我们只是不相信upstart 我们这个报告解释了为什么 他说总体来讲 他相信upstart错误的显示了他真实的经济效益 把自己的所谓AI的模式进行了美化 其实呢就跟一般的银行的机构没什么不同 只不过也是向一些信用不好的人发放贷款而已 他说upstart的管理层呢就是把自己的指标描绘得很好 只是为了掩盖真相 而且呢在跟upstart的多头去交谈的过程当中 他们觉得就像是面对自己的这种非常年轻的子女 他们呢可能爱上了一些学校里的坏男孩 你去跟他讲他又不听 因为你们两个世界非常不同 他又说upstart的问题呢不是一个报告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可能需要多个报告 因为这里面有多层 所以这是报告的开头的一部分 然后面主要的就是他列举的 他认为upstart这家公司应该被做空的几个原因 他提出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那些真正看多upstart的人 到底是觉得什么地方可信 他说upstart呢是运行了一个贷款的平台 一边呢是借款人 一边呢是资金的提供方 upstart的更好的模式 可以帮助他能够批准更多的人 或者是给人更低的利息 基于管理层呢对于公司这样的描述 因此呢多数看多upstart的人 他们会认为upstart呢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他比的FICO的分数要更高明 而且这家公司要颠覆的借贷市场 有4万亿这么大 公司本身呢也有足够的资本 有很高的毛利 而且是轻资产 同时没有什么信贷的风险 那么多方对upstart的估值 就像那些高科技公司一样 短期的盈利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就不是特别重要 他就说管理层呢想让分析师以及投资者 这么看公司的成功 这个公司基本上这样 潜在市场的有多大 以及他能占有什么样的市场份额 再乘以他的take rate 就是佣金的比例 再乘上呢他的贡献利润率 然后这个数值呢减去他固定的这些管理费用 那就是他最后利润的高增长 他下面就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 他说现在呢upstart的市场份额非常非常低 只有0.12% 而现在他的take rate超过12% 贡献利润率达到了67% 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 如果要达到盈亏的平衡 他们只需要6个billion 也就是比现在的水平只增长27%就可以了 他说upstart的投资者会认为 最近的利率的迅速增长 是一个短期的公司面临的问题 利率现在不太可能继续增长 而且很明显会下降 那么upstart作为平台呢 他的交易量会大幅的上升 那他们当然是觉得这种理论站不住脚 因为他觉得平台上的这种销量的下降 跟对未来的乐观的销售收入的预期增长 都是没有根据的 他说在多头的眼里 upstart只要是能经过这个阶段 宏观只要提高之后 他的股价就会跟随他的收入的增长 会重新的又大幅的增长 因为只要upstart能够占据 这么大市场的一个比较小的比例 比如说他能够占据5%的市场份额 那就是收入达到24.4个billion 贡献利润率会达到接近16个billion 即便假定管理费用从现在的水平上升10倍 那贡献利润也超过11个billion 税后也有8.3个billion 如果我们非常保守的放一个15的pe 那么upstart的市值就应该是124个billion 下面就是他更多的一些数字的演算 假定upstart的未来的增长是45% 或者是百分之多少 这些我觉得就可以略过去 因为这些只不过是数学的问题 他核心的观点是这样 他说在我们看来 这种多头的观点不值得可信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upstart所谓的总共的市场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 因为upstart主要的价值所在 是在那些次代的那些人群 而不是所有的人群 第二个他说upstart 最近的交易量的大幅下降 不光是利率上升的原因 而是说他的算法本身有问题 因此坏账情况也比原先想的要差 导致了这样大量的下降 由于这两个原因 那对upstart未来的增长的预期 也是站不住脚的 都是海市蜃楼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为什么认为多方 认为upstart会继续迅速增长 他们是不认同的 那么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upstart到底是不是一个 真正的颠覆者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算法 这里就讲他们也在问 upstart这种所谓的 AI的underwriting的model 到底比现有的算法 是不是更为高明 他之前也发过两篇文章 比较简单 就是认为upstart的model 并不是比现在的要更好 实际上他认为 upstart的model 比别人的反而更差 他核心的观点就是 upstart在过去的几个季度 在非常容易的时候 都做出了这些关键的估计 因此他在二级市场上 会长期被罚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重新建立那些资本提供者 对他们的信心 才会让这些人再次去买他的贷款 那这种算法的最近出的这些问题 导致市场对他的怀疑 最后也会影响这家公司的长期的发展 不如很多人的预期 他说非常明显 只凭这一点 upstart在过去没有把自己的算法做好 没有正确的估计 大撒币之后的美国消费者的 借贷情况会如何 只凭这一条 我们就可以做空这家公司的股票 因为这就足够证明 这家公司算法不行 因为他们在这之前 看过很多类似upstart这样的公司 认为自己如何如何 但最后其实他的模式 他的算法都不行 那这样的公司呢 通常会在形势好的时候 会选择大批风险很高的消费者 给他们贷款 那如果经济形势变差 就自然有大量的损失 他就说 我们当然不是讲说 为这些次贷的消费者提供贷款 一定是错误的举动 你如果能够非常精确的判断 这些消费者的坏账率到底如何 可以收足够的利息 那这个生意还是值得做的 在这里面最关键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能不能精确的估计坏账率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别的判断方法 他后面这部分呢 用的是upstart管理层 自己给出的数据 他说呢 你看这个报告就可以看到 那些期待着7.5%的回报的人 实际拿到的回报只有3.5% 而这个回报在现在利率 是5%的情况下是非常低的 这部分人他们拿到的回报 肯定不满意 他就讲 虽然upstart管理层说 如果这个投资者 可以在我们的所有的组 平均投资的话 那他平均下来 整个拿到的年化的回报率 是9.7% 他的反驳是这样 他说尽管这个从事实上 可能是对的 但是呢 在这里面也有问题 因为你这里面的比较高的回报率 包含了疫情期间的比较高的这种回报率 那这么高的回报率是因为坏账率很低 而这个坏账率很低 就是因为upstart本身的模型 没有预估到这些大撒币 对人坏账的这个下降的影响 因此呢 由于这种错误产生的高的回报 他们认为不应该被计算在内 下面一部分 他们就反驳upstart的管理层给了另外一张图 来表示 这张图呢 是用来表示upstart的model 跟fico的这个模式 这中间的比较 就是这张图 他反驳的理由是这样 他说第一个 fico分数有不同 upstart所有的竞争对手 都在fico之上 又做了自己的研究 因此呢 跟fico直接比较 就没有代表性 第二个呢 他们就说upstart也不是唯一的一家 声称要用AI去做这些贷款决定的公司 在25年前就有另外一家公司叫capitalone 做过这些 第三个 他讲upstart虽然讲自己的AI 被很多大数据训练 但是呢 不管upstart有多少数据 他的数据总赶不上美国的这几大银行 比如说像美国银行 还是摩根大通 因此可以看出 从数据本身 upstart也绝对没有优势 第四个他说你如果看upstart的管理层 他明显缺少在借贷方面的经验 因此呢 犯了一些简单的错误 包括对宏观经济指数不够重视 在最近才推出了UMI 就是upstart的宏观经济指数 因此他们认为 不管你讲的怎么怎么好 你除非经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的测试 要不然的话 你没法表明你自己确实比现有的模式要更好 而现在呢我们仍然处于一个经济比较良好的阶段 信用仍然比较好 而且消费者的坏账率仍然保持在相对比较健康的水平 因此呢 这种测试根本不算 即便在这种相对良好的水平上 upstart的所谓的模式已经遭受了考验 包括管理层也承认 他们在最近几个季度 坏账率比之前要高了不少 他们还认为upstart的所谓的培训的算法的数据 都是过去十几年比较良好的 利率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 也许呢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他的算法并不很高明 所以呢这是第二部分 他质疑upstart的算法 那来看第三部分 他就说upstart给的这些财务的指标 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他的商业模式 这个指控就比较厉害了 他说我们看了upstart给ICC的上交的报告 我们就发现这家公司可能利用很多会计商 以及别的一些手段 把自己公司包装成一个高增长 低资本投入的这么一家分财的公司 实际上呢 他其实跟银行非常相近 他下面一部分就是具体的讲upstart的经济的模式 他说呢消费者呢可能是通过手机或者网站来接触到upstart 可能都不知道upstart在后面是批准他的贷款 那这些贷款呢通常两部分 一部分的是由他的银行伙伴拿走 另外一部分呢由upstart拿走 然后在后面会卖给机构投资者 在这两部分相比而言 那些银行拿掉的贷款对upstart比较好 因为他们不用自己的资金来支撑这部分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贷款的风险 但就这部分业务来讲呢 因为市场上存在的不同的其他公司也做类似的业务 就是像这些小的银行跟信用社提供这么一个服务 让他们用自己的服务来发放 他们之前不能提供的一些贷款产品 这本身没有什么稀奇的 尽管这种方式确实符合upstart管理层 一直认为了自己的良好的生意模式 但是呢最近这个渠道现在面临的巨大的压力 由于贷款坏账率的持续上升 upstart自己的贷款业绩不达标 这部分来自于银行的贷款的平台有剧烈的下降 那除了这部分之外的那些upstart的贷款 最终被卖给机构的 通常upstart认为这些有比较好的流动性 而且也不牵扯公司的资本 这张图呢就表示不同渠道 像银行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时期的一个比例 他说这些机构的这些投资者的贷款 比重大幅上升 相比一年前的24% 现在上升到46% 而相应的呢来自于银行的那部分呢 就有巨幅的减少 那么这种mix的变化 对upstart的经济是什么影响呢 所谓卖给机构的这些贷款 跟upstart说明自己公司的生意模式 完全背道而驰 而且这些贷款有比较大的风险 因为他们一方面有信用的风险 还有利率的风险 就是要做公寓价值的价格调整 他说包括upstart自己的给SEC的文件 也说明了 说如果是这些贷款 放在我们自己的资产付贷表上 会占用我们的资金 而且呢会有公寓价值的调整 会影响我们的财务表现 他说从事实上看 直接放在自己资产付贷表上的贷款 即便最后卖出 对upstart来讲都是亏钱的 他说我们从过去6个月的贷款的发放 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 那些低风险 银行的这些贷款非常具有周期性 数量可以迅速的消减 因此导致upstart为了保持自己的增长的野心 就必须把基本上50%的贷款 转去这种风险比较高的持有贷款的这种模式 他这里面用了upstart的财务报表来表明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把自己的贷款放在自己账上 其实长期是非常不利的 在2021年这是一个有利的举动 增加了39个Million的盈利 但是在后面的年份就出现了逆转 亏损远远大于之前的盈利 下面一部分他讲了汽车贷款 他说汽车贷款 upstart最近比较重视 他也放了大量的汽车贷款作为研发 放在自己的资产付贷表上 而这些汽车贷款也是没有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预先已经承诺的资金的 这两部分加起来就导致 upstart自己账上的贷款上升到 一个Billion 而自己的股价从150块跌到了13块 那后面一个部分呢 他就对upstart的费 就是使用费 对这个表示了质疑 他说upstart一直是想让人认为 自己呢有很多的重复性的收入 这些使用费 他觉得是被严重的高估了 他说这些费跟Google Facebook 这些通过广告 从类似的同样的客户 一年一年一个季度一个季度 拿到的这些使用费 或者像Netflix一样 从同样的用户不断的收取 每月的使用费 这两种呢是完全不同的 他觉得呢upstart 除非这个贷款得到了资金 要不然的话 他不能赚得任何的收入 因此呢 从这个角度 他觉得像那些传统的银行一样 他就是一个放款人 他认为呢 upstart这种收入呢 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重复性的收入 而是一个非常具有周期性的 波动非常大的 每期都必须要去找新的用户的 这么一个使用费的收入 所以他强调的就是 这部分使用费 不是一个重复性的使用费 他说从投资者的角度 如果要继续的产生收入 那就是一个月接一个月的 必须重新的去找新的贷款人 重新为这些人去做验证 给他打分 然后呢给他发放贷款 只有这样才会重新产生收入 因此呢upstart就必须毫不停息的 重新去获得新的客户 下一部分呢 就是他认为upstart存在的会计的问题 他说upstart选择了一种会计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把收入高级 因为传统的这种贷款的提供商 像银行一样 他们很多费用是直接要消减收入的 而不是记贷费用的栏目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很多 给fintech的投资者特别喜欢增长 只要有增长就非常好 增长呢最后决定了一个公司的估值 因此呢他们认为upstart不应该按照一家科技公司 使用费这种方式来记账 而是应该完全按一家银行来记账 为此呢他们还特意把upstart的报表 按照银行的记账方式 重新又做了一遍 这个就是他新的报表数字 那这张表呢是upstart这种 按照软件公司的记账的报表的方式 那如果这两个图表来对比的话 当然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呢按照银行记账的话 他就没有费的收入 第二个呢收入也大幅下降 第三个呢就是贡献利润 基本上完全取决于 你卖出的这些贷款的实际的效益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点 他说对贷款进行服务这个生意 本身是非常差的一个生意 基本上不赚钱 因为这部分收入比较小 我们就略过不讲了 他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对资产的估值的问题 因为upstart现在这种生意模式 他很多资产要出售 这些资产呢都是一些财务的资产 是由于upstart把自己的贷款 在市场第二次卖出的时候产生的 这些资产呢因为不可能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因此呢通常需要upstart管理层自己来计价 而且随着upstart自己账上的这些贷款越来越多 那这部分占整体股权的比例也可能会继续增加 所以呢现在进入了最后一部分 他说我们这个报告虽然已经看上去解释了很多upstart现在的存在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很多地方好像解释的还不够 那在未来的报告里面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更多的存在的问题 他列举了几项 他说包括upstart现有的这些贷款的这些trust 他的业绩的问题 包括他跟cross real bank的关系的问题 包括他的AI这种模式潜在的监管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股价如果上升 那他的期权到期之后对股东的稀释的问题 再加上第三方服务权的问题 所以呢这家机构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发出对upstart的做空报告 基本上这个做空报告就是这些内容 我今天的视频只是把他的内容完全的详实的解释出来 我会在周日的会员直播里面会讲出我对这个做空报告的反应 也希望会员朋友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如果还有问题请留言 我会在周日的时候一起解答 谢谢大家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